文化局在花莲县府补助了乡镇统筹款 以及花东发展基金易筑下 办理预理义文中心内部空间功能整建 而义文中心整修工程在112年7月21号到113年3月底 原本的义文中心外围搭设工程围离 为人行道路面的二分之一宽 但为了确保周遭的行人安全 以及施工过程对周遭的防护 将改成人行道全面架设围离 也提醒民众了在施工期间行经义文中心时 务必要注意安全 文化局在花莲县政府补助乡镇统筹款 及花东发展基金易筑下 办理预理义文中心内部空间功能整建 义文中心整修工程 在112年7月21号到113年3月底 原先义文中心外围搭设工程围离 为人行道路面的二分之一宽 但是为了要确保周遭行人安全 及施工过程对周围的防护 将改成人行道全面架设围离 采最安全的施工方式 保障来往通行车辆及行人的安全 我们现在目前所围设的一个围离 是整个我们义文中心周边的一个人行步道 那所以在这段期间 所以人行要通过这个路段的话 必须回到我们的那个一般道路的路面 那也请我们的乡亲在行走在这段的道路上的时候 我们千万要注意前方或后方的一个行车 镇长公文俊表示 期待未来义文中心在诊件完成之后 得以成为民众举办义文活动 互相交流联络情感的重要场所 不仅使玉里的义文产业更加的活络 也让民众在这个充满文艺气息的殿堂里 彼此凝聚陪伴在一起 玉里山公所也提醒大家 在施工期间行进义文中心 务必要注意自己和亲友的安全 小心的加速的通过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